NV 大家午安 今天我們要試的車是Toyota Pears 第三代車型 昨天才記者會 今天我們馬上就是第一家 記者會之後 第一家媒體 我們來試駕這台 帶給家瑋非常深刻的一些科技感受 不只我 我相信 現在在看我們試車影片的一些網友也是一樣 當你看完這則影片之後 你會發現 Highview也好 油電混合也好 或是這種比較高科技的一些汽車配備和科技 確實會改變我們長久以來 大概累計二三十年來的駕駛習慣都會做改變 Lazers 車頭 首先為大家介紹一下 它非常富科技感的一個車頭 第一個看到就是它的LOGO 你只要看到Lazers也好 Toyota也好 只要有LOGO是一個冷光藍色的一個LOGO圖案 就表示它是Highview的車型 在Lazers和Toyota上面 現在都統一用這樣的規格 那車頭的部分可以看出 它沒有一般車型上設計什麼水箱護照 網狀的水箱護照它都沒有 它幾乎把整個車頭 水箱護照只有一點點 它幾乎包覆起來 把整個車頭做一個很完整的包覆 然後加上 保桿的下緣 還有葉子板前方 也非常多 還有就是包括引擎蓋的正前方 有非常多有靈有角的一個車身線條 所以從車頭看去也看出 它是一個非常富未來感的一個車型 頭燈的部分呢 兩顆魚眼頭燈 裡面內建的都是LED的大燈 記號是LED不是HID 那LED的設計 目前也是Lazers也好 Toyota也好 只要是Hybrid車型 全車系 不管任何一個車型 搭配都是LED大燈 那這個大燈 這個LED大燈 跟你家裡面的 腳踏車上的LED大燈 其實原理是一樣 不過它運用了一些結構上 一些構造的改變 甚至一些反光鏡 然後一些光源發光體的改變 所以造成它的亮度呢 可以媲美HID 然後再來就是大燈的部分 方向燈 還有霧燈的部分 還是採用傳統的燈泡設計 那可以看出來就是大燈的造型 它是一個不規則的造型 這個造型的尾部 有兩個尖尖的一個線條 很像一個塔通影片 那個原子小金剛的頭 非常的像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霧燈 是直立式的 霧燈內建的就是方向燈 所以它這個整個造型 從車頭看去 那個線條非常的豐富和明顯 那因為我們今天試駕了 這個車型 應該是這樣講 在台灣上市的車型 都是歐規車型 所以它有搭配了大燈清醒器 這是在歐洲規格的一個法規的限制 所以都要搭配這樣的配備 那接著來看車側的部分呢 車側的造型 和上一代的Pierce比起來的話 它整個車側的造型 也做了 所板金的五大件完全都不一樣 輪胎的搭配 還有就是後視鏡上有一個LED的方向燈 然後在葉子板 前葉子板這邊有一個很明顯的 一個Hybrid的一個logo 代表了它是油電混合的車 那從車側來看呢 比較明顯 就是線條比較強烈的是車頭和車尾 那前車門和後車門這個地方看起來 還有上一代的影子 可是只有在車頭和車尾上有一些 比較多一些變化 那第三代的Pierce也搭載了一個全新的Keyless系統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叫Keyless還是iKey 因為每個車場講法不一樣 不過反正它就是一個非常智慧型的鑰匙系統 它掃了一個按鍵 以前的話這邊有一個黑色的按鈕 按下去的話是鎖門 它現在改為另外一種觸控式的更高級 在門靶的前方這邊有兩個凹槽 小小的凹槽 從那邊只要輕觸就可以開門和關門 那你只要拉這個門把就可以開門 那如果要關門的時候一樣 輕觸這個按鍵 這樣就達到關門的目的 所以它這個是非常便利 以前有一個黑黑的原點在這邊 感覺比較醜 那它現在直接把它整卡在這邊 變成一個觸控式的一個方式 來開啟和關門 都是在這邊做操作 當然你也可以從鑰匙上面做操作 打開後行李箱之後呢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它的空間表現還是跟一般的 我們應該這樣講 跟TOYOTA的WISH 比WISH稍微小一點點 不過它空間機能的運用呢 它沒有辦法像WISH有第三排座椅 它是有兩排 那至於行李箱的高度 不管是開口也好 還有高度、深度、寬度來說呢 它還是符合一般的小型 MINIVAN MPV的一個水準 加上它的空間變化 你可以透過後椅背 六四分離的設計呢 輕易的去創造出非常多的車室空間變化 然後加上中間這個私密隔板 可以讓你的整個後箱空間的利用 可以非常完整 那在車室底板的下方呢 裡面還有一個原廠還非常貼心 提供一個固定的一個收納符 收納符旁邊還有很貼心的設計 兩個小型的一個收納符 方便你一些比較會滑動的物品 可以放在下方 而且它這邊有做兩個 就是可以鎖定固定的功能 這樣的話可以讓你的後箱 底板也好 或是你後箱裡面放置的一些物品 它的異音 在行駛中的異音 比較不容易傳遞到車室內 打開引擎室可以看出來就是它是一個Highview的系統 左邊的部分在面對引擎室左邊的部分 是傳統的1.8升引擎 右方它只要後面的線組是這種粉紅色的 或是橘紅色的這些線組 代表這個地方是一個馬達的部分 這兩個系統都可以提供給車輛一些動能 不管是在行駛中的動能也好 或是你的大燈冷氣音響的一些需要的電力 都是可以透過這個電力和這個引擎 傳輸給後方的電池 Highview的電池來供應給我剛剛講這些 包括大燈來影響冷氣系統 所以這兩個部分它不只可以產生動能之外 它還可以儲存動能 那它儲存動能的方式我們等一下為大家做介紹 那P20在上一代 第二代車型在台灣就已經上市 它當時是1.5 那目前已經升級到1.8 那售價當然也是有點差異 從之前的大概110左右 現在已經到130左右 不過本來其實P20在台灣的售價 應該是要在140幾萬 那因為政府一個貨物稅的優惠 所以總代理也很有誠意的 一次大幅的降價的是幾萬 所以現在原廠建議的售價是129萬 那129萬呢 你還是可以享有2000CC以下 3萬塊貨物稅減免的一個政策 所以實際這台車的販售建議售價應該是126萬 那我為大家講一下這具引擎 它是1798CC 它的最大馬力 在引擎的部分最大馬力是99P 扭力是14.5公斤米 那如果是在永久持14馬達 它最大的電壓速度是650V 最大的馬力是82P 扭力有21.1公斤米 那我們以前曾經跟大家講過 Highview系統不是引擎內燃機的馬力加馬達的馬力 兩個加起來就是它的最大的馬力 其實並不是 我們以這具車為例 它的引擎的部分是99P 電池的部分是82P 兩者加起來照理講應該是180P左右 可是它整個總和的馬力是136P 因為它們互相還是會吃掉一點彼此之間的動能 所以原廠公佈這款車 這款Piers Highview的最大馬力是136P 0到100的加速是10.4秒 安全急速是180公里